中国人宁可被人杀死 也不能让人吓死 就是刀架在脖子下 也要挺直 各位父老乡亲啊 大家不要怕 有我们在 日本人是打不进来的 只要有足够的粮草 我们一定会坚守在这里 保护大家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的支持 谢谢父老乡亲们了 我听说过你 你们县长老跟我提起你 你那儿有多少弟兄 三十 四十 五十个兄弟 行 我给你五十条枪 这是什么意思 抗日啊 有没有人见到刘慧崽 没有 你们呢 也没有 这下跑哪儿去了 会不会听到风声 跑到镇外的驿站去了 那我们去驿站看一看 走 走 谁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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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报告 怎么回事 日军已经到达大鹏镇郊外驿站 日军比我想象中来得要快 你赶紧去通知团长 其他人急进部队撤退 是 不 谁在打我们 老大 好像是日本军啊 黑仔听说猫哥骗到了五十条墙 也去找国军 但已经人去楼空 是 黑仔 国民党已经人去楼空了 就剩这个了 啊 我 不 这 是 我 这是 这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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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哈 我叫松文 初次见面 我是大日本帝国 皇军第五师团 中队长 这次前来 只希望您能将您的房子 隔出一半 让我们做兵战士二 泰军 曾先生 你对现在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我只是个警察 没有什么看法 现在整个亚洲都需要改变 你觉得呢 您说他能变他就能变 您说他不能变他就变不了 曾先生 我们很看重你 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条路跟我们黄金合作 我们需要你以及你的人 来替我们维持治安 并且把反日分子都找出来 那我不就是汉奸了吗 对不起 泰军 在我们中国 干汉奸不是太好 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的枪不错 泰军 那第二条路呢 你暂时没有必要知道 迟当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的 你怎么走 给钱 你还没给钱呢 你爹妈没告诉过你们 买东西不给钱是什么 就是强盗 就知道欺负我们中国人 老娘还告诉你们 今儿不行 你不给钱 就休想走 你以为有枪有什么了不起的 老娘今天就不吃这一套 把东西还给我 还我东西 给钱 把我东西还给我 你还我东西 你是他们长官吧 你的手下买我的东西不给钱 是强盗 是畜生 你们从我们中国滚出去 快 好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大鹏镇是我的家 这学校我刷了算 学校不能挂太阳旗 这里不欢迎我狗 钱老师 不要跟皇军这样说话 文明一点好不好 把鱼翔 你都给我滚出去 大鹏镇是我的家 趁白日本人做干爹呀 哎呀 我这也是没办法 呸 见不见的 滚 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 钱老师 我劝您识相点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 还这么顽固不化 不要脸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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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 ان 快 快 救命 庄之鸡残虎乳肉 消贪可饮充奴血 向太阳骑 跪下 小鬼子 我献田的跪天跪地跪高堂 从来没有对着那屁股帘下跪的道理 鬼儿子 回你的岛上去吧 有人家 你年纪大了 我敬佩你 但你别逼我 大方箭的乡亲们 我在南洋几十年 每天都盼着咱们的国家强大 不受人欺负 我回来教学也有几十年了 这大鹏镇有一半的人 都是我的学生 我没教过你们什么 我就盼望着你们继续一句话 任何时候 咱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中国人 宁可被人杀死 也不能让人吓死 就是刀架在脖子上 也要停直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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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